晚餐时间带您来品尝铜板美食 10块钱竟然可以买到一整桩葱油饼 一名网友在脸书po出了照片 说看了好几次还以为看错价钱 因为一份葱油饼单卖10块钱 加蛋或是泡菜只卖20元 其他网友则说这不是20年前的价格吗 另外在高雄凤山 有一间在地营业60多年的肉圆店 一颗肉圆只卖6块钱 铜板价高CP值也成为民众的小确幸 葱油饼在铁板上滋滋作响 煎得金黄酥脆 下午买一份当点心刚刚好 而你注意到了吗 旁边的价目表一份葱油饼只卖10块钱 有网友po出照片 说价格看了好几次还以为看错 因为真的超便宜 不管是加蛋或是加泡菜都是20元 你又加泡菜 现在加泡外面都75块钱吧 从哪里来的 我从高雄 在看报废公社 感觉就很好吃又很便宜 20几年都10块钱 不说还以为是20年前的价目表 网友公布地点在台南湾里路上 不过在店家旁边20公尺 还有另一间葱油饼店 一份葱油饼夹蛋只卖15元更便宜 摆很多人 对啦 笑的 好笑 但价上涨业者薄利多销 两间葱油饼店相隔不远 却有各自的拥护者 另外在高雄凤山则是有一间肉圆店 一颗肉圆只卖6块钱 肉很扎实 平均气冷的 CP值很高 从前吃到现在那个味道都没有变 就是皮啊酱汁都是一样的 材料也涨猪肉也涨 去年5月1号才涨就涨一块 看我的肯定要跌到这里了啦 独门酱汁吸引涛客 尤其铜板价已经不多见 成为现代社会的小确幸 据有台南高雄综合报道